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打出美国利益优先的大旗,对于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掩盖其真实目的,即为了减少贸易赤字, 追求美国国际贸易平衡,在全世界挑起贸易战,首先选取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其次,提议对欧盟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美国特朗普似乎表现出不达到,是美国国际贸易不平衡不肯罢休的现象,这也招致世界各国对美国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 之时,美国国际性大公司和农业,早受到了巨大的波利影响,美国企业近期对于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反抗或反弹的最典型事件就是,美国知名的摩托车企业哈雷戴维森宣布,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之外, 该公司宣布,为解决关税问题,所带来的长期成本压力,哈雷打算将出口欧盟的摩托车生产从美国本土转移出去,从而避免关税负担, 众多美国商业组织对于总统特朗普,开始满世界疯狂寻找征收关税的对象同时, 都深怕自身遭受到对方国家同等报复措施,都深感不安,开始写怜明信呼吁国会限制总统特朗普满世界疯狂征收关税的权利, 总统必须先向国会提交相关限制进口方案,然后由国会在60天内讨论和投票表决, 此项提议将是美国总统直接征收关税的权利移交给国会, 意在意志总统特朗普对世界各国开大贸易战,维护美国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和经济发展, 也能够使美国民众不为特朗普贸易战买单,文汇通编辑,安夫心。